三国演义第102回 司马懿战北原位桥 诸葛亮造牧牛流马 书接上回 曹卫死了张和 这可是诸葛亮出兵的大好时机啊 可是诸葛亮这边也有噩耗 关心得了重病 很快就去世了 诸葛亮听到消息是放声大哭 哎 如今这时候能帮上自己的人 是越来越少了 然而我深受先帝托付之重任 不能够先此停下脚步 所以诸葛亮还是发兵34万 分五路进攻曹魏 至于这先锋则是姜维和魏妍 却说司马懿接到诸葛亮进军的消息 反而是黑黑冷笑 为啥 他夜观天象 见中原旺旗正盛 他口明是要逆心而行 自取白王啊 于是他选了夏侯渊的四个儿子 夏侯霸 夏侯威 夏侯慧 夏侯和 作为自己的干将 至于作战策略 还是一个字 守 司马懿去大军四十万 在渭水两岸扎寨 命郭怀孙李在北渊防守 而诸葛亮此时则在齐山 他打算明攻北渊 暗地里则去取渭水 这一次 司马懿终于了准了诸葛亮的计谋 而且他还派出了自己俩儿子 司马师 司马昭 带兵来回就应 两军在北南和卫水 是一场混战 诸葛亮见识不妙 便收拢败兵 再度收缩 回了齐山 这可怎么打呢 诸葛亮琢磨着 忽然报说 有个魏将前来投降 孔明叫进来就问 你是何人啊 我乃魏国 偏将军邓文 我和一个叫乾朗的 都是一样观之 可是司马懿偏偏抬军乃乾朗 生他做了乾将军 哼 他司马懿不看中我 我就不给他打工了 诸葛亮嗷了一声 还没等说话 门外就报 秦朗引兵在寨门外 诸葛亮就问 那邓文 你敢去杀他吗 邓文则说 小事一中 说着提刀上马 出去就将秦朗给剁了 然而回来 诸葛亮竟然要把邓文 拉出去看头 诸葛城下 你为什么砍我呀 哼 你们敢蒙骗我 我和那秦朗太熟了 那个根本不是秦朗 邓文一听 马上放弃了抵抗 哎呀 我说 我说 那个的确不是秦朗 是秦朗的弟弟 秦明 诸葛亮将计就计 派了个得力军士 去跟司马懿回报 说邓文成功卧敌 今夜举火为好 杀 诸葛亮 司马懿本来是要亲自上帝 然而司马师则说 爹 这种危险的事 你别自己干 司马懿深以为然 于是派真秦朗 带一万人前去 却说这秦朗刚接近蜀寨 周围就冒出了无数蜀军 秦朗的部队 当然是全军 古墓 诸葛亮看起来又生了一阵 接下来他要愁坏下一步的行动 他首先是找了个隐秘的古地 葫芦谷 要在这里秘密打造 牧牛流马 果然复久之后 杨仪就回报 因为处理太过缺乏 剑戈处的粮草运不上来了 诸葛亮了然于胸 当即拿出牧牛流马 只见这些外表 看起来是牛和马的手推车 人推起来 这牛和马竟然能够自己行动 而且这牛马肚子里都是空的 可以装载大量的粮草 众人见到无不惊讨 奉明于是令高翔 带人驾驶牧牛流马 从剑戈运粮到了祁山 却说司马懿这边接到消息 说诸葛亮用牧牛流马运送粮草 诶 这诸葛亮又发明了什么幺蛾子 司马懿马上就派人抢来了几只 拆开一看 的确是精巧细致 司马懿秉承着好东西大家分享的原则 也命人照着抢来的样子 造出了大批的牧牛流马 然而司马懿这个行为 早就落入了诸葛亮的算计 当他听说司马懿照着自己的牧牛流马 也造了一大批 高兴坏了 他命令王平 你偷袭被军亮道 见到牧牛流马 就将里面的舌头旋转 车子便不能行动 快去 接着又分派张仪 你替我扮成神兵天将 要多离谱 有多离谱 你们见到那牧牛流马 就将里面的舌头再转一下 推着车子赶紧回来 确实魏军哪里知道还有这样一个机关 王平扭完牧牛流马的舌头 魏军死活也推不动车了 等到张仪伴的鬼兵一来 嘿 这推得不知道有多快 魏军皆是大揪失色 这牧牛流马到底是个啥呢 其实就是个人力手推车 大致的样子是这样的 或者是这样的 其实诸葛亮发明这个玩意儿 就是想要提高当时的运量效率 毕竟从剑阁到骑山 全都是崎岖斗桥山路 想到当年的老百姓 推着这牧牛流马 吭哧吭哧往前线运量 心里总不是个滋味 那如今诸葛亮靠着这牧牛流马 又占得了先机 接下来又会发生何事呢 咱们下回分解 咱们下回分解 咱们下回分解